恐怖意外是一辆直行机车热钱在高市人武区和一辆右转机车擦撞 结果导致呢机车骑士和乘客是飞滚了20多公尺之后倒地抽搐 那么不过让人心寒的是当时其实有22辆车都有经过现场 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协助 驾驶停等红灯一玩目击惊悚一瞬间 画面左边的白色小轿车旅灯右转 却撞上外侧直行的机车造成机车骑士和乘客抛飞滚了20多公尺后才停了下来 而且骑士倒地后还不断抽搐 画面触目惊心 目击驾驶下得赶紧报警 肇事男子也下车查看伤者 这起恐怖意外发生在高雄市人武区 目击驾驶将影片po上网 短短三天就有7万人点阅 但有网友质疑怎么没人停下来帮忙 仔细看画面中至少22辆汽机车呼啸而过 却没有驾驶停下来阻挡来车或是帮忙伤者 但有网友回应立刻打19和110就是最好的协助 而警方表示机车骑士和汽车驾驶都没有酒精反应 而两名伤者全身多处插伤 总以后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肇事原因和责任还有待理清 中间新闻总共报道 请不吝点到辞述 到辞述